原本在北部的貿易公司 十套路的莊維智 一定能當前回到故鄉接觸家庭做麵的感情 因為人材實料亦感求天然健康 所以和這間做麵店已經有這麼多四點的顧客 莊維智也價格當地實材 願望做這麼多口味的味道 它也表示住在困臨這個農業大館 就一定要用在地實材 希望讓大家知道未來 也有人可以做出健康和安全的農產品 每一天天下未來就要開始準備實材 莊維智兩年已經就回來這裡出來做麵店 也堅持使用當地新鮮的實材 除了這則出健康和安全的味道 也希望做出未來的農產品可以推向全台 我們要做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後來就想說我們要做一些比較就是用原始食材去做的 所以我們麵基本上它就是用麵粉水跟鹽巴 搭配新鮮的蔬菜去撒汁 然後去製作 那那個過程中我們其實不斷地去想說 怎樣去改變 然後不斷地去想說怎麼去處理說 讓這個環境變得更滿 這一樣的動作就是要保持麵的口感 莊維智也標示 做麵的過程雖然費時又費力 但就是希望最好可以提供給各位品質最好的產品 要對品質有要求 那你在品質要求的過程中 你要必須很專注 所以每一樣東西都要很專心 那這樣的過程中已經是會比較累 可是相對來講 最後的成品的品質才會是自己要求 這個我們是用那個新鮮的紅薑黃 然後去榨汁製作而成 那原則上我們沒有用薑黃粉 就是用薑黃最原始的那個汁液去做 所以它原則上它的香氣很濃厚 那搭配比如說你要做咖哩麵啊 或者是牛肉麵啊 這樣做起來都很好吃 因為莊維製作的麵堅持天然健康 口味也相當特別 讓這間做麵店現在已經有一位市長的顧客 其中薑黃這個好像新推廣出來的 那上次我們也有訂 覺得很不錯 是 所以我們會再一次的再回來訂 Q啊 可以會彈牙 是啊 然後就健康 人間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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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既家剎雄林 柴鴻博特